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王周杰伦日前于香港展开气场之多的演唱会 没想到11日的演出当天 场外境发生抢劫案 据港媒报道当天一名男歌迷手上拿着两张门票 前往中环码头准备观赏演唱会 途中有一名中年男子抢他的票后逃走 事件发生后演唱会已开场 该名粉丝先通报了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 无奈经过一番检查 仍未发现歹徒的身影 令他错过了观赏演出的机会 对此主办方回应表示 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消息 由于当事人没有向他们寻求协助 因此他们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主办方相信警察会做出适当的处理 同时也提醒歌迷 可以将门票拍下来 以及记录下座号码 如果不信遗失 可以联络主办方寻求协助 请不吝点赞 诞 记得 ン donated recaonos 字幕追満的